影片帶他寫下 我需要這個徽章 巴黎奧運來自波多黎各的田徑選手 蓋比什考特 在抖音貴球全世界 幫他尋求取得台灣代表的 真奶徽章管道 自己是真奶愛好者 因此發片貴球 如果有來自台灣的人 看到這段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幫他拿到這枚徽章 沒想到真的被他拿到了 再次拍片炫耀謝謝我國旗艦選手 陳奕通給了他一枚真奶聘 而這個由台灣設計的真奶造型奧運徽章 在巴黎奧運還沒開始 就已經在選手圈掀起一陣旋風 珍珠奶茶搭配愛心還有愛菲爾鐵塔 造型可愛讓每位選手都相當喜歡 俄羅斯網球選手達里亞塞維爾 也特別在拿到之後 別在身上拍影片炫耀 就連中國的桌球阿嬤 也在直播中秀出真奶品 而在拍賣網站上 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而且喊價已經喊到三千五百八十八元台幣 儘管要價不菲 但討論度還是相當高 也替台灣在巴黎奧運創造一波話題 三日新聞綜合報導